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沙田九吐山麗平路一带是新興豪宅區 區內已經有多個豪宅新盤落成入伙 最新登場的是長實旗下的明日九吐山 由兩棟大樓和22座洋房組成 提供266個兩房至四房單位 發展商開放二座18樓A室經改動示範單位 原則是四房雙套房 設計師將其中兩間睡房打通 改成三房雙套房間隔 客飯廳用上大量雲石和金屬材質 包括灰黑色雲石地板、白色雲石長身 和一張銅色的六人圓形餐桌 感覺高雅貴氣 長selt 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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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長,長,短,長,... 記憶 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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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範單位將原本位於廚房旁邊的儲物室 改造成一個開放式衣帽間 切由掛衣架、層架和全身镜 方便去街前在这里衬衣服装扮一下 和客厅的深色云石地板不同 主人房改用浅啡木地板 营造较为温暖和舒服的感觉 主人房有一条比较长的走廊 而为了用尽空间 走廊两旁都设有柜 这边的开放式衣柜有层架 有柜桶 也有挂山的位置 而对面的玻璃层架桂 可以放一些装饰品 或者手饰 如果衣物多的话 要来放衣服也可以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间睡房是由两间小房合并而成 设计上也善用了家的长度 商人床对面摆了一张和房间一样广阔的寻书桌 而房间中间也摆了一个层架柜 用作分隔开寻宿和工作区 令同一间房间可以同时作为书房和睡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